好 一般人想要養宠物呢 除了貓狗之外 现在有人专门喜欢养一些 比较少见的动物 那你有看过吗 目前在台湾 唯一一只的细纹蓝蛇蜥 超大的鳌外加尽量的躯壳 这就是杰族动物中 很有名的非洲帝王蝎 虽然有着超沙的外表 但非洲帝王蝎的毒性却很低 就算是不小心被遮到 多数人可能都只是轻微红种的现象 你不要去故意戳它干嘛 它基本上是不会咬的 如果被遮到的话 就顶部是好多 然后如果有过敏体质的话 才会比较硬 因为它是比较潮湿一点 就会帮它喷水 然后一个礼拜喂一次蟋蟀 可能喂个两三只这样 要是觉得杰族类不够特别 那这只一定称得上是 少数中的少数 看见它最明显的特征了吗 再看一次 特殊颜色的舌头搭配身上的细纹 它就叫做蓝蛇溪 一种在澳洲以外地区很难看的导致 因为禁止出口 所以很少在澳洲以外的市场 见到它们的中心 这一只中部蓝蛇溪 是台湾唯一的一只 就是因为平常很难见到 加上蓝蛇溪的个性温馴 甚至还算是有点胆小 危险度较低 因此各国的爱惜玩家 只要一碰上 几乎都不会放弃 像之前在美国就出现 一只台币15万的交易 而到现在市场预估 价格应该会只逼20万大关哦 除了爱惜的玩家很多之外 不少人也偏好养龟 甚至还有人就爱看乌龟进食的模样 看到没这只全球第三大品种的 苏卡达象龟 没事的时候 一举一动都非常优雅而缓慢 但碰上美食 那立刻咬身一变 像个涛客 非要大块朵鱼才行 就像永远都吃不饱一样 眼前的食物都没了 它非要再舔两口才算甘心呢 只是斗去归斗去 特殊的鹿龟也不便宜 小小的白话苏卡达象龟 要价38万 那这只养了十年 平均寿命可以超过150岁 全球第二大品种的亚达伯拉象龟 那就更贵了 市场运辅五六十万 应该跑不掉 要是从小开始养起 说不定还能当传家之宝来看呢 看见了一般宠物 想来点新鲜的 这些绝对会带给您 不一样的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ga 预备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